在活的生物体内 同位数碳石石跟碳石石的含量 笔直为石的护石碳 那这个生物体的这个含量呢 假如它是活的的时候 这个笔直就会跟外界是平衡的 虽然碳石石会衰减 碳石石会有个半衰减石 随着时间会演变衰减掉 对不对 可是呢 因为人是活的 或者动物是活的时候 它中外界还会有什么样 元素的进出 就是你呼吸的时候 也会把二氧化在 还有身体上的食物 也会把有一些碳 就会摄入到身体里面 所以 纵使你这些碳石是衰减到 可是外界继续有补充到你身体上 会维持一定的体力的量 可是一旦这个生物体死掉了 变成一个古生物的时候 你外界的碳 有没有继续补充到你的生物体里面 没有 可是你的碳石石就会怎么样 随着时间就会衰减掉了 所以就是利用这样的想法观念去测它的死亡时间 什么意思 当然这个时间当然是不能太短的 通常都是有一点相当的时间里面 从这里我们看原子盒衰变的时候的情形 怎么样 你后来衰变的辐射强度或辐射元素的数目 会讲原本的数目 然后呢 二分之一的怎么样 半衰几分之时间嘛 半衰几分之时间嘛 是不是 所以依照这样的意思 原本的我们这样的意思 你经过的 Key的这个时间 后来的 放射性的数量或占原本的强度或比例 什么意思 会等于什么样 原本的数量或强度的比例 占的比例 然后再成为半衰几的关系式 那底下是半衰几 那这前面是半衰几 这二分之二分之二分之看几次 这个时间他有给我们了 五七三零 五七三零 好 所以你后来的数量强度比值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碳是一的话 它就占那么多量 它是这一的时候 它就占那么多的量 所以等于是你碳十四 所后来占的量是这么强 它原来的就是这么样 十的 负十三 什么 那你这也是经过 半衰几 时间 你去除以你半衰几的时间 好 整理一下 这个 十的负十三 移过去就变成 十的负一 好 就会等于右手边这里 那这个 这个就是等于我们的 一千分之一二五 OK 就会等于右手边 那一千分之一二五 是三刚五四 八分之一 那我们这里 让你这个很简单的运算 没有特别负一 比较数学上的一些比较难 实际上 如果那么刚好 那你可能要用 Dog 的计算数学方式 所以指数的方式 算了说 脚油筋没办法算 你可能要查脚 不用计算机 但是基本观点 你要知道怎么去算的 好 那这个就像大致 二分之一的三次 所以意思就是等于你的时间 就是周半摔取的三天 OK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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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